歡迎來到獨立在線 今天跟我們一起連線的是 公民行動影記錄資料庫的嘉峰 嘉峰你好 大家好 嘉峰今天要告訴我們 什麼樣的一個社會運動的消息呢 今天是2011年台灣他們舉辦 在2011年的時候 當台灣舉辦第一次的高雄的統治遊行 所以被注意到的義勇之事件 因此被列入的性別平等教育法裡面 那麼2011年第二屆的高雄同治遊行的訴求 是走出冷漠的來挺同志 到後來幾屆分別是 我是同志你的同志 還有空間革命 以同佔領等等這樣的訴求 那麼今年的高雄尤其是來到第五屆 他們的訴求是與愛維武 一同來作伴 是希望透過用舞蹈的方式 來帶領大家 一起來進入到同志的領域裡頭 一起來參與這樣統治的議題 那麼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讓同志在社會裡面 被看見 一起來進行一場對話 我們知道每一年的同志遊行 其實他的訴求都不太一樣 當然有些大部分來講比較籠統 所以同志會已經合法化 可是我們如果仔細的去看 每一個訴求 甚至每一個的參與的團體 每一年都會有一些些的差異 嘉峰可以告訴我們 在今年的同志遊行當中的主要訴求 以及有哪些什麼樣的不一樣的團體 來一起參與嗎 今天一樣有很多團體來參加遊行 其中有一群 他們是來自南台灣最屏東 最南台灣的屏東 他們所組成的一個幼教團體 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家長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參與同志遊行 而且他們是認為說 同志教育應該是由零 所以開始就來做了一個多元的教育 不應該被分為是階段式的教育 他們認為說 同志教育不應該只有被政策 策略到國中以上的教育課綱裡面 應該要從幼兒的階段 就開始來告訴他們說 告訴小朋友說 什麼是男男什麼是女女的 這樣的一個情感 而且並且他們是說 這次遊行 也有許多未來的教師 來組成一個團隊 一起來上街提同志 他們是認為說 同志族群不應該被歧視 不應該被惡意的扭曲 這樣的情況 每一年的同志遊行 其實都會有一些政治人物的參與 但是政治人物參與的這種狀況 其實評價是不太一樣 有些人會覺得政治人物是來做秀 甚至在某些 這種過去的同志遊行當中 也有發現說 很多人希望 很多政治人物希望說 同志遊行可以去配合 這個政治人物的一些選舉 或者是 他們的這些主要的訴求 那今年的這個高雄的同志遊行 政治人物的參與的狀況又是什麼 的確我們今天在遊行裡面 有看到兩個不同的政治人物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都是議員 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現場他們是邀請了高雄同志遊行 一開始的創辦聯盟的召集人 他過去是擔任過 遊行的總召的兩億制 他今年其實也要代表律長來參與 高雄三民區的議員的選舉 他也是第一位高雄同志 出櫃的一個同志的參選人 所以他今年遊行聯盟是直接來跟 透過他還有其他另外一位議員 跟市政府來做一個喊話的動作 今年是由高雄市政府的一個社會局的局長 當然以前他是來到現場來做一個參加 遊行的動作 並且是由那個議員 顏曉金以及兩億制這兩個人 共同簽署了一份承諾書 這份承諾書是在說 是希望他們承諾 未來將會一起來爭取市府裡面 設置同志一個 同志相關業務的一個單一的窗口 是希望透過政府來推動多元文化 還有多元性別的一些活動 讓高雄市成為一個比較友善的一個城市 以去年的同志大遊行來講 其實包括多元成家 或是多元性別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訴求的主軸 那今年的高雄同志大遊行 也有這樣的一個主軸嗎 是因為今天同志遊行 他們的訴求是與拜為伍一同作伴 那想當然是用以舞蹈的方式來參與 用民眾透過舞蹈的方式來知道說 同志其實有從舞蹈 從很多面上來參與這種不同的同志活動 或是同志的議題 那今年特別的是呢 遊行隊伍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團體 他們叫做熊學會 這個團體是由一群呢 身材非常壯壽的同志朋友們 他們所自發性的組成的團體 那他們是在一年前開始 跟伴侶網來一個合作的接觸 他們參與許多不同的相關同志的活動 並且來舉辦講座 讓一般人眾能夠了解 多元成家的法案 還有推動的狀況 也不定期來關懷愛滋相關HIV的小朋友 還有一些進行HIV教育的推廣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多元成家 或是像愛滋的這種防範 或是怎麼去認識愛滋HIV 其實也是一直是整個同志大遊行 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 那可是我想同志大遊行 或是有關同志的這樣的一些議題 恐怕不應該只是在每年的一年一度的大遊行當中 才引起大家的注意 相關的高雄的這些同志的團體 在同志大遊行之後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這種所謂的去 不管是伸張他們的這種主張 或者是跟社會有比較溝通 多一點溝通對話的一些方式呢 高雄遊行結束之後呢 其實緊接著是台中的遊行 他們見台中遊行比較特別是 他們是以市集的方式來呈現 那在2014台中遊行 他們這一次的主題呢 是簡單心願牽手這兩個字 來做一個訴求 從6月7號8號呢 連續兩天 從中午的12點到晚上7點 在台中的草物 到來舉行一個市集的活動 那麼在6月8號的下午3點的時候 來做一個牽手的一個快閃的一個行動 他們希望用牽手的方式 透過這樣的感情 情感的一個表達 用牽手就是我們台語所說的 坦趣這樣的方式呢 來表達一般人 或是不管是朋友 不管是其他的族群 他們對愛的一個呈現 所以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讓大家知道說 同志其實在社會裡面 是需要被看見的 那麼也邀請大家 一起來參與同志的遊行 今天非常謝謝嘉峰 來跟我們一起連線 我們可以了解到高雄同志大遊行 在今年的發展 當然我們公民行動 已經記錄資料庫 也會持續關心台灣的同志 以及各式各樣的人權議題 今天非常謝謝嘉峰 下禮拜同志再會 謝謝謝謝 拜拜 拜拜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啊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獨立在線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抱抱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高等教育無心實習相關抗議事件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公會等團體 5月5號上午到教育部前抗議 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無心實習問題 主張實習生雖然具學生身份 但實習既有提供勞務的事實 就應受勞動基準法保障 公會並指出 許多學生整年在外實習 已經沒有使用學校資源 卻還要繳納全額學雜費 形同雙重剝削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專門委員梁學政出面重申教育部立場 表示學生非勞工 實習非打工 認定實習是教育課程的內容 不可能受勞基法保障 對此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宜表示 學生身份與勞工身份並不互斥 教育部過去在兼任助理的身份認定問題上 已經表現得很爛了 如今在面對實習爭議上不該重蹈覆徹 他痛批教育部不僅沒給實習生提供保障 甚至是主動擬定無心實習的定型化契約 給學校與廠商參考 擺明是鼓勵賤賣青年勞力 接下來是資金區條例相關議題 立法院正在審議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 在第七章部分納入教育領域 允許國內外大學以合作方式 在台灣設立由課程到分校等各種機構與單位 由於教師禁用聘雇、學費與停辦等 可不受國內相關法律規範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與反教育商品化聯盟 5月7號召開記者會 優心條例去管制化的方向 將對教師勞動保障、財務監理制度 與校園民主產生破壞性的效果 主張教育全面退出自經區條例草案 全教總副秘書長吳中泰批評 自經區條例下的教育機構 不受母國與台灣本地的法律規範 形同法治真空的教育租借 讓國內外大學合作開設國際文憑公司 根本是讓高等教育更加學電化 最後是台灣醫療資源不均相關議題 5月4號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 在台北車站大廳舉辦 向血汗醫院挖奔行動接頭開獎 幾乎工會表示 工會過去兩年來爭取護理人員勞動權益 與民眾就醫權 揭露財團醫院的惡劣盈利手段 工會認為至今護理人員 還在面對過勞、自殺等勞動問題 其實是反映台灣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 因此 透過這場挖奔行動揭露醫院 如何把健保卡當成信用卡 為了提高評鑑成效與收入 濫用健保資源 不少民眾也上台分享自己的就醫經驗 論壇後 現場更針對如何參與勞資會議 主工會到遍地開花辦論壇等議題 進行分組討論 以上新聞是由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